其实我们刚刚一起听下来 那我们就先从结论 把它导回来讲 通篇我刚刚一看到 黄英文我就立刻说 哇 蒋安今天真的有拿出 比较不一样的氛围来 不过陈时中也拿出不一样 因为我本来以为 他会把这一些 不管是比较相对傲慢的 比较想跟人家大催购的 这一面会收起来 就都没有 完全没有 我觉得因为在选前 大家都会猜测 三组候选人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那一度还有人认为说 他可能用装可怜 用更谦卑 更低调的方式 可是你会发现 在整个辩论会里面 对于陈时中 尤其当时他整个的 防疫的这些问题 陈时中其实表现极为傲慢 他在里面就讲了好多次 他还说直接说讲完说 你又来了 同样的问题跟你说了好多次 如果你还一直问一直问 问了三次就多余了 这个应该就是他这一开场 他针对就是有关人家对他的质问 你觉得他很有很谦卑吗 你觉得他很有服软吗 你觉得他有很低调 我看不到 而且陈时中显然这一局 我认为他用比较攻击性的方式 那这里面甚至呢 包括在他有两次的提问 其实他都是用攻击性的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大巨蛋 对不对 而且他大巨蛋就说 那你们说说呀 就是到底是柯文哲的问题 还是这个国民党的问题 那试图就是直接去挑衅旁边的两位 那另外呢 我觉得他有一题是最离谱的 他不是去问说 赵沙康先生什么新北换台北 他还说赵沙康是那个 蒋万安最大侧义 对真的很好笑 拜托你 我直接讲 赵沙康先生什么时候会变侧义 那么他当媒体人的时候 蒋万安还不知道在哪里了 所以我早就讲过 蒋万安的辈分 根本没有办法指挥赵先生嘛 那他对于这个所谓的新北换台北 事实上是在未登记之前嘛 根本不是现在啊 现在你们已经登记了 所以我老实说 如果你今天陈时中或你的团队 连赵先生在讲什么 你们都搞不清楚 还把它变成一道题目 非常奇怪 然后最好笑的是 他问了黄山的内提 你知道万万我立刻快喷笑出来 他说这个黄副市长 你担不担心 那个柯文哲最后会不会背弃你 对不对 然后他自己加一句说 我是认为不会啦 不过我还是轻易回答这一问题 你有病吗 我真的觉得 陈时中你一定是傀儡 我证明你是傀儡 还是你是草包 这一题显然就是 你的团队给你的题目 你也觉得这一题很瞎 对不对 我都认为不会 那你去问人家 问什么东西啊 你到底要问什么东东 所以我觉得这一场的 这个题目塞起来 看起来陈时中自己本身 就是我们之前证明的 他之所以会一错再错 那就是这个团队 一个正二代组成的团队 完全的不成熟 然后就一直在搞陈时中 真的终于把陈时中 搞到快死掉这样子 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辩论里面 也显露无遗 另外一个 你有没有发现陈时中 在这场辩论里面 我一直觉得 我一直以为 柯文哲在现场 你有没有感觉 我一直以为 柯文哲是不是在旁边 第四组参选人 因为他从头到尾 他攻击了很多的 柯文哲的市政 包含什么大巨蛋的问题 或者是说他就扯了一些说 哎呀 2014年的时候 我也是柯文哲的后援会 我也支持柯文哲 可是呢我们对他失望透顶了 那所以你这次呢 你如果对柯文哲失望的人 请你投给我陈时中 那他在整场里面 有很多这一类的谈话 那我个人觉得 这个谈话实在是 你要搞清楚 你的对手是谁 不是柯文哲 那另外啊 我觉得对黄珊珊来说 作为女性的政治人物 我觉得黄珊珊今天的打扮 让她太老气 我直接讲 那当然有很多人 有一些年轻人 还是非常喜欢黄珊 因为她这次用白色的 要显出她的专业 然后好像那种 白色的力量 怎么超越蓝绿 但是呢我觉得她 其实我觉得女性的政治人物 不需要 一定每次到很中性的 我觉得我们有女性的特质 我直接 我先对这个外形的部分 那在里面本来 大家会认为黄珊珊更熟悉市政 对不对 如果相对两个候选人 但是我觉得黄珊珊的败笔在哪里呢 我觉得她牵扯了太多 就是前朝 也就是说 只要碰到问题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责任来推前朝 我觉得黄珊珊是给我感觉 只要责任来一定推前朝 那里面其中有一些很明显的 就是有关于港湖交通 内湖交通的事情 那你看到内湖交通又扯了 又扯说 从马英九时代 好像就规划不对等等之类的 那其实很多人都质疑 在过去大家都质疑 第一个黄珊珊你做了三年半的市长 那第二个呢 你也做了应该做了20年的港湖的议员 如果做20年的港湖议员 做了三年半的副市长 你都没有办法解决内湖的交通问题 而在谈到这个内湖交通问题 你把责任全部推给当时的马维拉 把马英九时代拉出来 那你又如何让人家能够相信 你未来可以解决问题 那我真的觉得在这里面 他很多大部分都会牵扯 只要有一些问题 他都会牵扯前朝 包含大巨蛋 他大巨蛋 他仍然说这是国民党的弊案 然后说这是中央在卡关 然后柯文哲再解决 那请问一下柯文哲到底解决什么 柯文哲到底解决什么 大巨蛋八年了 那到现在为止 大巨蛋是没有办法正式营运的 那么至于说你说国民党的弊案 到底弊在哪里 包含柯文哲后来把那个五大弊案 那个弊也除掉了 就把那个弊直接拿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场的这个辩论会里面 我个人觉得陈时中呢 他采取了一个 反正就攻击人攻击人 反正我机关枪扫扫扫扫扫 巩固我的基本盘 他还是用巩固基本盘 那黄珊珊想要用超越蓝绿 但是谈到一些真正的市政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一些败笔 就是牵扯前朝 那对于蒋湾来说 蒋湾这次感觉他也是 有加强他的火力 而且在第一段阶段深论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第一阶段深论他开始 就出现攻击点了 他就开始针对有关防疫问题 连续提了好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 我看六七个吧 就要连出炮的方式 六七个直接的直球对决 陈时中 所以蒋湾也采取了一个 比较强大的那种火力 那么用这样的方式呢 去让这场的辩论 我认为这样的辩论呢 有很多的交集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人在回避问题 然后待会我们如果有时间 那最后 说实在最后 我觉得那个三立问的那一题 他本来是想杀 杀蒋万恩的吧 可是我觉得蒋万恩在那一题 得分很多 我们待会如果有时间可以再提 那当然其实刚刚讲到三立提问的那一题 又或者是其实黄珊珊 他准备了其中一个在交叉结问的阶段 他讲到的能源也就是缺电的问题 这两题其实都让大家觉得说 以为自己看的是总统大选的一场这个辩论会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其实黄珊珊问了这一题之后 我们要为了宏庭议员 就是我们看到蒋万恩的说法 他是北市 他刚好是顺便打到北市的市政 就是北市原本态换了这个电动公车 之后达程率相当的低 那还有他要如何去推动一些充电桩 绿建筑 还有态换高耗能的电器 陈志忠的这个耐人寻味 因为他讲到北市的绿电效果不脏 跟其他县市没得比 这一块其实又再度显示出 陈志忠是不是不够了解台北 我想北市的绿电效果不脏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整个台北市的用电量其实是大的 我们看几个数字就好 大家不要忘记绿电 台北市有一个绿电的指标在哪里 叫能源之秋就在山珠窟 其实离我们中天的摄影棚蛮近的 但是绿电坦白讲真的能供多少电呢 所以他对电力的供给量是多少 我们整个台北市的用电 是整个台积电的用电 一模一样 刚好一模一样 刚刚好每年都是一模一样差不多 现在大概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时候 它是200亿度一年 200亿度一年 所以其实你陈志忠讲说 北市该配合绿电 北市该省电 那我们回去问陈志忠一件事情 请问现在的绿电 现在台湾的绿电都在哪里做 只有两个部分 一个叫什么 一个在南部的田去种电 就在很多原本没有要做这个 有的是在什么 池塘 池皮 余温 上面做什么 做所谓的这个太阳能板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很有名的叫什么 叫离岸风电 所以我想请问陈志忠 离岸风电那个风车 跟池塘上面的这个太阳能板 台北有地方可以装吗 这跟我们台北有什么关系 台北有池塘嘛 对不对 所以就说这个就是整个 很奇怪的一个状况就是说 其实坦白讲啦 刚才其实洪威姐讲的是很客气 我自己在看陈志忠在这场辩论会 他的表现简单讲叫什么你知道 就是死猪不怕活水烫 对不对 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我也不需要 像我们过去还讲说 如果我是陈志忠 我应该会跟大家承认 就是说我过去在防疫里面 做错了些什么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怎么做 那希望大家相信我的管理能力 我可以让台北变得更好 这是正常人会做的事 那他今天说抱歉了 大家都辛苦了 是但他今天讲说抱歉了 大家都辛苦了 讲白了就一句话就是什么 反正现在信我的 还够 还有机会让我干嘛 刚好高贵嘛 所以呢我就让相信我的人 继续相信我 然后呢 不信我的人继续不要骂我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 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守 所以你看他今天就是很皮 他今天就是一直在讲 过去的事情大家就过去了 那未来我们大家来那个 所以你看他今天理论上来讲 他在辩论会前大部分人都认为 他应该是一个什么防守方 对 结果他今天变什么 他今天也主动开始发起攻击 他今天主炮手 是所以坦白讲 我觉得今天的辩论会 其实说老实话雷声大 但是对我个人来看 我觉得三方三个阵营 都按照自己三个阵营 既定的脚步在走 黄三三终于发现到 他在这场选战里面 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 他并没有把一个 所谓柯文哲当年在选的时候 讲说台北市是一个 蓝绿之外的中立区 非交战区 这件事情讲出来 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过 一直到这场选举里面 他才开始讲这件事情 但看起来 因为他过去的这些 游移在政党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游走 他这样子的一个论述 并没有那么的明确 他试图的要去走柯文哲 这种金句式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可对不起 黄三三其实给大家的性格 给大家的印象 不是柯文哲这种 突然爆一句 突然爆一句 这种金句型的人物 大家期待他的 其实反而是稳定 所以他困在他自己 原本的人设里面 所以我们还是回过来来看 就是说陈生中在这个地方 再一次的展现了 他对台北市政的不了解 可是他也用他的攻击性格 来维持住绿营 这些讲白的 这些谈律班 或者这些支持者 对他的信任 所以他现在的打法 其实很简单 他现在选战模式很简单 就是什么 就是我要靠那个极端少数 然后我要拼过去 然后我赌什么 我知道我有可能不会赢 但是假设黄三三再认真一点 讲完再出一点点小包 我就有可能冲过去 那我等待的就是那个机会 陈生中今天的辩论会 他展现的就是这样的态度 那为什么宏廷愿 我想问的是 高端今天完全没有人提起 我觉得高端的东西 应该很简单这样讲 就是说 以陈生中的这个状况 他自己不肯讲 因为他出了这么多包 你看昨天我在友台我也讲 上一次高端的EUA 21个专家学者通过 是21个喔 上一次是21个喔 这次是几个 14个 那奇怪了 中间少了这些人去哪里了 社会上没有人在问 所以我觉得高端这事情 要追根究底 可是呢 我想对黄珊珊来讲 黄珊珊觉得 对不起 打陈生中不是我的主要任务 我是要干嘛 突歇我自己的治理能力 然后想办法拿到一些 没有那么信任 讲完再的选票 这是黄珊的策略 讲完再的部分其实很简单 我也不想再提高端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 其实坦白讲 该感觉到不舒服的 该在高端这个案件里面 该承受受伤的 就打高端这群人 这群人现在陈生中 有可能有变动 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 看陈生中的管理能力 不爽的 像我们这种蓝赢的人 再看管理能力 看你在高端里面的 所作所为 快赛里面的所作所为 疫苗的所作所为 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 所以在这场辩论会里面 坦白讲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都在 我刚刚讲了 雷声大 但是看起来 大家都在既定的轨道上 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 其实三位都怕犯错 所以他们在进攻的时候 我们讲说有为有守 他们选择在比较安全的 攻击范围里面去做这个 那高端的部分 坦白讲我觉得 蒋万安大概觉得 就是说这个地方 再打加不了什么分数 那与其这样子 干脆在这个地方 我不继续追 因为高端这个事情 新闻量那么大 社会只有公平 洪文医员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这个三立的媒体人提问 那其实这一题本来应该要很甜啦 就是对于陈时中来说 是一个很甜的一球 那我们刚刚其实观察了一下 应该这两题媒体提问 这三位候选应该事先都有掌握 所以他们其实准备的 对准备的其实是很充分 那当然陈时中是那101套 他其实也都讲过了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反而是蒋万安居然讲了 中国鹏事件嘛 民进党鸦雀无声 马斯克的这一题提出来 其实把陈时中老实讲连打得蛮肿的 还有绿共一家亲 喊出来这个还配合手势 其实跟以往讲完不太一样 那黄珊珊的部分则是 他可能还是要拉回他的市政啦 只是他最后来一个回马枪 他就说那你既然不想要办双城论坛 那这不是打脸了蔡总统的国庆文告吗 洪议员你自己怎么看 这个提问的设计方式 以及这三个人最后 其实好像也不如我们以为的 这样的加分扣分呢 其实这一次的提问 我认为非常简单 因为这次是TBS跟三里合办 那所以呢也只有两位媒体人提问 你知道过去就是有一些这种辩论赛 其实要光是应付提问 就这种光是要抓题 就会非常痛苦你知道吗 因为包含有媒体人提问 而且过去有些是公民团体 那公民团体他不会事先让你知道 那这个可能他的那个范围非常大 那这次只有两题 而且呢以我来看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候选人 大家大概都在这个时间内三分钟啊 可以讲到刚好讲讲好讲满 这代表其实应该有open book啦 那有关于就是三例题的那一题 照理说啊那个应该是要给这个陈时中杀球的 可是陈时中也讲不出什么心意来嘛 对不对 那可是反而是蒋万安火力四色 刚才那个主持人也特别说 他利用这一题呢 其实不是只有打这个陈时中而已 那刚才不讲高端的问题 他把这个部分就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尤其陈时中啊 你当时说什么这个不能够用BNT啊 什么是中国疫苗分砖的疫苗 结果呢你却让高端在第二期呢 是让中资去做的 打到陈时中 好另外呢那就是大家应该记忆犹新 就是这个特斯拉的老板 这个马斯克他第一时间在讲说 台湾可以成为一个中国的特别行政区的时候 第一时间陈时中的反应竟然是 我们可以回去讨论看看 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蒋万安的打点非常非常好 那而且呢直接刚讲就说 根本只是绿共一家亲 那你喜欢这个丢人家红帽子嘛 那人家也一样可以给你这个标签 那还有包含这个郑运鹏中国鹏啊 用中国台湾的名义大赚人民币 所以这一题呢本来是要去杀这个蒋万安的 结果我认为这一题蒋万讲得非常好 非常好那完全都可以命中 同意员刚刚我们也讲到 陈时中在事前释出一张照片 他还踩在这个AA两叠的纸上面 去做这个高度上面的预备 那第一个这最后的结果 有没有展现出他的高度呢 另外呢你咖踩在AAA 也没有让你显得变成A咖吗 没有错啊 其实在这个每一次辩论台上 因为会随着升高 那么主办单位都会比较贴心的 帮你去做一些升高的调整 那大家看起来比较一致 但是真的不代表你踩的比较高 你就有高度 我们刚才在讲说 因为陈时中在这一场里面 第一个没有去谦卑的去面对问题 第二个他采取的是一个 榴弹四射的攻击 那而且呢 他的策略是什么呢 就是把柯文哲当成他的假想敌 这个其实我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因为对陈时中来讲 他已经没有办法扭转什么呢 就是他是仇恨值最高的一个候选人 对不对 蒋万安他的喜好度也比他高很多 黄珊珊的喜好度也比他高很多 而且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没有办法让大家仇恨蒋万安 或仇恨黄珊珊 好这个时候呢 他要找一个仇恨值也比较高的人 就是柯文哲 你有没有发现 那尤其呢 是过去这个绿营的支持者 有很多人非常非常讨厌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他骂得很凶嘛 那又觉得说是柯文哲的背叛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在这一场选举里面 又有一个所谓的隐藏版的候选人 他把他这个仇恨值的平均 要把他拉得比较平均 就是柯文哲 所以他在里面 他不攻击黄珊珊 你有没有发现 陈时中没有去攻击黄珊珊 他攻击的是谁呢 他就是攻击柯文哲 那而且我觉得最后 我更觉得更扯的是 他不是讲说我没有要选总统 说我不是我不是 他说我不是柯文哲 我不是讲万安 我也不是侯友宜 对我刚刚正想问一遍 你觉得这一段是他 因为先听到中国棚之后 自己的家稿吗 还是怎么样 我真的不懂 我刚刚讲说一开始 因为我认为他就是把柯文哲 抓过来打了 他就在策略运用 也就是说他要去接收那种 仇恨柯文哲的票 他去接收仇恨柯文哲的票 但是问题你最后 你把侯友宜拉进来是怎样 我不懂 说实在 我不想 你第一个 你现在要当台北市长的 几率都不高 你现在的民调是落后 然后他就告诉大家 我不会选总统 我不是柯文哲 我也不是侯友宜 你都要干嘛 你手是不是伸得太长 你以为你的另外一个辩论的对象是侯友宜吗 我不懂你到底在干什么 那所以这样子的七拉八扯 那对于陈时中来说 大家质疑最多的就是你在防疫的过程里面 你所这些疏失 这些黑箱作业 你没有真正澄清 另外你没有发现他在最后的结变的时候呢 他采取了一个比较感性的 有没有 那时候我还想说哭出来 哭出来 我那时候在看 就说你是不是要哭啊 因为他谈到说 哎呀我不是 他想好像说 我不是冷血的人 他说我不是冷血的人 只是在这种过程里面 他试图用一个比较感性的去陈述 我本来想说是不是要用哽咽这一招了 那看起来 人设不符 对这个人设不符 不过他哽咽这个事情 他当指挥官就已经搞了好多次了 他已经演过很多次了 那但是在最后你的结尾 我不讲说最后的结尾 竟然就是说去扯什么 扯口友谊 那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的意思说 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针对 你整个的防疫 造成这么多人民的死伤 造成这么多的商家 我们的服务业他们的损失等等 他最后讲了一个什么我很抱歉 说实在那个话 巴这样听下去 我真的不觉得他在道歉 所以刚才那个主持人就说 这是不是他第一次道歉 其实后来我觉得 我真的没有觉得他有道歉的感觉 我想说他道歉有需要押到 最后这个时候才要出来吗 对 而且你如果是真的要道歉的话 你应该是比较正式的 我觉得他就这样子一句带过 你有听到就听到 你没有听到 我也无所谓 因为我觉得重点是 他不愿意针对他过去很多的政策 去负责嘛 他实际上到现在为止 真的没有再负责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整个听下来 我不晓得大家感觉是怎么样 我不认为这一场会对未来的选举 就是以现在的民调满意度的排序 出现很大的变化 我目前不认为 虽然其实有一些人会提供给我 就是觉得这次好像黄珊珊表现比较好 黄珊珊如果大家觉得黄珊表现比较好 那是为什么呢 那是技术问题所造成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刚刚讲 陈时中没有去攻黄珊珊嘛 他没有去攻击黄珊珊 同样的蒋万安也把陈时中 作为最主要的对手 所以他也没有怎么太去攻击黄珊珊 他也没有去针对现在的市政的问题 做太多的攻击嘛 那所以你变成聚焦是 蒋万安跟陈时中之间的这个 好像比较火爆一点 那当然黄珊珊试图了去 也去质问了蒋万安或者是陈时中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 他都没有什么 他们两个也都没有什么太回应黄珊珊啦 就说有点边缘化他 对在这场看很明显 蒋万安跟陈时中采取的是 边缘化黄珊珊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 那最后黄珊珊他诉诸了一个 这个所谓的超越蓝绿的一个说法嘛 不过这个说法能不能引起当年 柯文哲那个超越蓝绿的一个效应 我认为很难 因为黄珊珊因为他终究是一个 他不是政治素人投身这次的选举 因为柯文哲算是政治素人投身选举 而黄珊珊不是嘛 他过去后面的政党形象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嘛 所以大家不会认为说 你是真正的超越蓝绿 反而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 你是为了选举 你才采取无党籍嘛 因为事实上你竟然作为 柯文哲的指定的候选人 你连民众党都不愿意背耶 在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这有点政党投机 而不是真正的超越蓝绿 当然是要用 看你要用什么样的角度 来看这一场辩论会 当然有些人喜欢看这炮火四射 或者是大催购 当然有更多的市民是想终于啊 不用再每天听你们在那边喷口水 我终于可以利用这个场子 好好听听看你的政见了 不过陈志忠是把时间比较多的是花在户怼 或者是我刚刚提到的诉苦大会呢 不过我其实还蛮建议大家看一下 因为在事前我们就有听说 陈建仁我们的前副总统 特别去帮他打气 然后呢帮他去做这个助攻之语 还提醒他说 记得辩论会上面要多笑哦 一定提醒大家把这个画面哦 你回去看辩论会 拉到最开始 陈志忠自我介绍完之后 突然挤出了一抹 他自己很尴尬的微笑 但他硬挤了 他做到了 不过他后面当然最后也提到说 为什么韩国瑜要讲他愁眉苦脸呢 他这次终于想出了一个好的答案 就是在疫情这段期间 这个这么严峻的状况下 让他很难放下 所以呢他才愁眉苦脸 不过我们还是要拉回来讲 几个彼此之间的互相的交互结问阶段 像是有问了大巨蛋 有问了少子化国安危机 有问了缺电能源问题 有特别针对陈志忠讲万安 问的是水门问题 还有像是刚刚讲陈志忠问到 白蓝新竹换台北这种政治性的议题 请问宏廷议员你认为 这些问题这一次他们三个人选的怎么样呢 我觉得是还好 最大的原因在于就是说 台北市的市政问题 其实一谈下去 就会进入到很细的阶段 其实我跟宏威都是议员 我们在看很多的公共政策 我最常讲一件事情就是 公共政策没有绝对的对错 都是取跟舍 所以谈很细的台北市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面临到你怎么谈 其实都会有一批人不满意 所以反而对于台北市是一个首都 它是中华民国的首都 在这场选举里面的意义 我们能不能够把其他的议题一起拉进来 特别是像能源问题 其他能源问题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人其实不知道 我们的核二核三厂也要除役 核三厂应该是在2023年的 核二厂是在2023年的8月 核二厂是2023年的8月 核三厂是2024年的5月 它除役之后 那请问我们的店从哪里来 不要再讲说台积电还要到桃源 去设所谓的银奈米厂 连现在台积电的店能不能供都不一定 我刚刚强调一件事 台北市一年就用掉一个台积电的店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对台北市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几位的候选人 当然我们希望听听看 他对这里面的讲法到底是什么 稍子化的公安危机也是一样 你看在里面有提到 像黄山山 我有听到黄山山在讲 说除籍的问题很严重 表示他有看到除籍的这样一个状况 蒋旺安也有提到说 我很早以前就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针对所谓的生育补助 幼儿津贴这些问题 我都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所以表示其实大部分的整个辩论 就像刚才宏伟跟我一开始 我们一样的看法 第一这场选举看起来 没有因为这场辩论会 而有任何改变或翻转 结构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认为这个辩论会 并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影响 第二双方都在彼此 三方都在彼此之间的框架里面 其实做他们自己该做的事情 那做完以后 其实对结构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唯一有的就是什么 来第一我们刚刚讲 为什么陈时中 你们刚刚提到陈时中 为什么要去扯侯友谊 最简单就是我刚才 一开始在讲的东西 他为什么要去讲侯友谊 因为他现在在台北市 他的选举就是诉诸什么 诉诸犯率仅存的选票极大化 诉诸极端的少数 要在三喀都的结构里面赢 所以只要能扯到对抗 只要能扯到蓝绿 只要能扯到这 他也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他要维持住他的基本盘 黄珊珊现在的状况很简单 我希望在既有的框架里面找到突破 然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当初我整体的选举 整个克文哲的选法就是 不爽蓝绿的人 请你支持我 我是蓝绿之外最好的选择 可是黄珊一直没有讲这件事情 黄珊一直在讲就是说 我是什么 我是市政里面最熟悉的 我是最能够做事情的 我是这样子在整个管理面上 我是最熟悉台北市政的 那对不起 就算你讲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讨厌蓝绿的人 他也未必会把他的票 支持到你身上去 那支持蓝银的坦白讲 就一定在蒋黄珊这里 所以一样的状况 你看黄珊珊在这一次 他终于找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来提这件事情 但现在在提我认为时间已经过了 那蒋黄珊就很简单 我身为一个寄存的领先者 然后我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什么 终于好好的能够谈政见了 过去很多人都说 我们每天都在讲口水 我今天在这场辩论会里面 我不一定要一直攻击 但我一定要告诉蓝银的支持者 我是一个qualify的候选人 我是一个准备好的台北市长 我是一个即将选上的台北市长 所以你看蒋黄珊今天 他虽然有攻 可是他攻的没有很过 然后他主要他在讲政策的时候 其实他讲的对我来讲 我自己还认为他讲的有点过细 但是这就表示他是负责任的态度 你看他讲说 什么这个生育今天补助多少 几倍要花多少钱 要花多少钱在这个身上 第二胎的生育补助要多两万 这些部分 他讲到这么细 可是这也展现出来 就是他在这个台北市政里面 他在这场辩论会里面 他想要强调一件事情 不要再说我不懂市政了 其实我对很多问题 我是有解放的 大家今天大包裹 现在要来开Turbo 拼进月数了 正好你们动动手指冲一波 请一起开启小铃铛 转发多多普克 现在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他可以干脆把生成鸡埋回家自己来使用